消息看到了吗 广美发来的 姜总不愧是MH 有史以来 升职最快的VP 这两年接手项目 就没有一个失手的 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姜总 早 早 状态不错 看来昨天跟广美的会议 是个好嘴果 不枉费我辛苦这么多天 乔总换了新妆容 看来是准备好 迎接近迷了 有个新项目 是可以领导的 那助理齐开得胜 马上成功 姜总早 早 中管中文禁止调查呢 我已经让人送到 您办公室了 中有集团年度会议 VP级上的员工都要参加 这个您签下铁 到时候会宣布 范总正式调任总部 担任证券副总裁 好 中管的禁止调查报告 给杜总员所为分 嗯 好的 对 那个杜总让您上午有空 去趟上办公室 知道了 去忙吧 嗯 好 进 杜总 你找我 你看一下 蜂巢科技准备上市了 你找我 蜂巢科技是国内第二大的 手机制造商 他们要上市的消息一出之后 很多知名的同行都去找他们 如果我们能拿下这次业务的话 明年的业绩会很好看 明白 我尽快跟他们联系 好 我等一下 上次要去北京出差呢 顺便给您带来个礼物 我猜这个款式你应该会喜欢 你不是刚升职吗 这个就当做你的升职礼了 好吧 既然是升职礼物 那么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多谢杜总惦记 看来我要开始琢磨 下次出差该给你还什么礼了 我先回去工作了 好 喂 杜总 我马上到他们公司 听说分舟这个项目 机翼也介入了 小心一点 好 我知道了 好 实在不好意思 最近约我们董董人 实在太多了 等他时间空了 到时候约你 没问题 有进展您随时联系我 好 行 这么巧啊 袁总 走啊 江总 走啊 袁总 袁总好演技啊 晚上跟我同床共枕 白天跟我打对台 这么长时间 居然一点风声 都没有走了 公司分明 这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好啊 那从今天开始 公平竞争 谢绝作弊 对了 最近很多投行 都盯着风潮 创始人董琪 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怎么样 你那边有没有什么渠道啊 我就是一小小的VP 能有什么渠道 董琪跟你不是校友吗 你们没有校友会 董琪跟我是校友 你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啊 不过他毕业得早 校友会里面 没什么人都要认识 这样啊 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